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百零四集 让闲角回屋后 朱氏便说起了闲歌的重重趣事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太夫人时不时的提起顾廷叶和顾廷伟又是的胡闹 一脸的慈爱妆 明兰听得津津有味 这婆媳俩似乎很想引明兰多说些顾廷叶的事 不过可惜 姚依依同志是就经保密条例考验的优秀司法人才 深暗敷衍之道 离题千里 话题都偏把花果删去了 这东西常吃着也不觉得 没想到竟有这许多门道 朱氏自己不知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的就和明兰撤到河虾的七个品种和十六种做法上去了 她扶着自己的脸轻呼 啊 和丝瓜一起吵着吃 居然还能养颜 记住了 湘人背上那条线 定要去掉 下油锅前要上浆 明兰一直觉得对不住上辈子的身体 也没好好带她 还让她淹了迷石油 倒不好都没能挖出尸首来 自打来了古代后 她最热衷的事就是养生 对男人好 可能被想翻 对丫鬟好 可能被爬床 对姐妹好 可能遭背叛 想来想去 只有对自己的身体好 才是大吉大利 百无一失 朱氏看着明兰娇艳明媚的面庞 细润瓷白 透着淡红的汗淡色 饱满柔嫩的皮肤 像是用水掐出来的 眉眼深晕 银然光滑 不计容貌 单论皮肉气色 笔之同龄的自家小姑子 何止胜出一两分 当下更觉明兰有说服力 认不住细细讨教起来 我家祖母说过 女人这一辈子太累了 生儿育女 操持家务 前后左右 哪出不繁星 明兰轻叹着 每生一回孩子 那就是上一次生子 生下来后 还得接着操心 平安长大 读书上进 哎 都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 这么着 能不老吗 谁说不是呀 诸事历史起了忧患之心 男人怕穷 女人怕老 其实她这会儿才二十岁 可在明兰面前 你自觉像个大妈了 古代女人很悲催 二十来岁前 生儿育女 过了三十 就差不多歇菜了 等过了四十 连孙子孙女都有了 基本要靠立佛修身来打发日子了 一旁的太夫人见他们俩越收越偏 诸事差不多忘记自己应该说什么了 她忍不住微微皱眉 想着这才头一天 便暗暖下种种心思 只微笑着听她俩说话 偶尔长整风范的笑骂她们几句 倒也一时何愣 带到红霄丘娘她们整好相拢 差不多已四十三刻了 太夫人笑道 都这时候了 她若不叫你吃了饭再走 岂不叫人怪我这婆婆刻薄 林兰想想也是 便欣然同意 但吃的时候还免不了心想坠坠 饭菜里 没毒吧 饭后用过一盏茶 林兰瞧着差不多了 便起声告退 外头早已套好了马车 连人带香龙一道上了车 陆陆着直往成员行驶过去 一会儿功夫就到了 下车后 林兰叫廖永家的 帮着谢香龙行礼 自领了荣角三人 坐上几顶轻点软轿 往内园而去 到了内衣门才下轿 一路往里走 红霄只觉得园内风景甚好 处处花鸟天台 小桥流水 虽富贵不足 雅致清倦 却悠悠过之 她很是艳险 而丘娘见一路上丫鬟扑腹 全都轻声敲雨 见主子经过 便避过一旁 恭敬地站着 待见了家喜剧偏听后 于看作凤茶之际 她见几个丫鬟 尽出有志 行指端方 竟无一人拿眼偷瞧他们 她心下不免安静 都到心夫人年幼 却不想李家这般得法 她有几分为顾廷叶高兴 大笔心夫人 地之上一个 无论哪处都墙上许多 想到这里 她一时又多了几分怨爱 她顾廷叶已用不上她了 年兰在上手做定 三茶浅瞎了一口 身杰今天劳动量过大 这般劳心劳力 实在不利于和谐生活 决心速展速决 赶紧把事情料理了 好回去睡午觉 她放下茶盏 转头道 翠薇 屋子可都收拾好了 夫人 您都吩咐多少回了 一旁势力的翠薇 往上前笑道 屋子和人手全都好了 连热水都烧好了 只等着小姐 供一酿 还有秋姑娘一过去 立时就可以洗出羞气了 秋娘连忙起身谢礼 红霄慢了一排 也起身笑道 有劳这位姐姐了 秋娘看了眼明蓝 惶恐道 我不过是个奴婢 伺候老爷夫人还来不及 怎么好这般 夫人您宽厚 可真折上我了 能来老爷夫人跟前伺候着 奴婢便知足了 明蓝轻轻挥手 你是老爷跟前的老人了 不过叫几个小丫头服侍 没什么好折上的 况且 这也是府里的体验 语气跟合 却不容反驳 秋娘千万谢地坐下了 明蓝顿了下 朝坐在下手的绒姐儿 微笑道 今天你们也累了 我就长话短说吧 这家里人口简单得很 你们来了也热闹些 容姐儿 我原打算把库箱药给你 这里先问问你 你接着是自己一个院子好 还是愿意 助我跟前呢 到底她年纪还小 明蓝自己也是上了十岁 才分院令主的 容姐儿依旧低着头 瘦弱的身子 一动不动 也不说话 过了半天 也不见法开口 秋娘急了 过去 轻轻拉她 快回话呀 夫人问你呢 容姐儿忽然抬头 飞快的看了明蓝一眼 目光中 满是戒备和敌意 然后又低下头 就是不说话 红霄见情形尴尬 忙打圆场 夫人莫怪 容姐儿自禁服 就是这般的 平日和我们 也不大说话 不过 她心里可明白着呢 那你的意思呢 明蓝看着红霄 微挑成脚 我怎敢做夫人的注意 不过吗 拱红霄心里 早有了打算 当即便笑道 姐儿年纪小 还不懂事呢 独住一个院子 到底孤了些 且又多年 没见着老爷 妇女怜心 骨柔天性 我想着 还是叫容姐儿 在夫人跟前稳妥 明蓝想了想 脸上也无意思 只微微一按手 红霄见状 顿时一脸喜气 不等明蓝开口 她又忙到 还有一事 夫人请说 红霄无礼了 容姐儿 到底是太夫人 交托于我的 红霄不敢有副嘱托 自不好和容姐儿分开 一边说 一边偷眼去瞧 明蓝的神器 一旁的翠微 已经不笑了 看向红霄的目光 有些阿冷 听到这里 明蓝忍不住 轻笑起来 所以 你也要助我跟前 可你已是一面了 城园里空阔 又不是没地方 我原打算 单独给你一个院子的 红霄一副怯深深的样子 夫人的好意 红霄怎能不知 不过 总不好为着自己舒坦享受 而误了大事 听她说的条理分明 也不知事先度理 过了多少遍 明蓝破绝佩服 不过 她也不怕 这世上道理 都是人说的 尤其是家务事 更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拱红霄固然有一罗筐的理由 要住进来 但她也有不少的说法 加之 她是主母 权威 临价一切 她就不信了 给妾室 分奏院子住 还有人来挑她的不是 扯言不妥 明蓝正要开口 忽从一侧 响起一个低缠的男生 偏厅里的大小女人 起起船头 只见顾廷叶 换步从侧门走进来 身上还穿着珠红朝服 老爷回来了 明蓝温柔的起身 动作很得体 很标准 引来顾廷叶 微弯着嘴角 深深看了她一眼 待她在自己身旁坐下后 明蓝亲自给她蒸了碗茶 微笑道 荣姐回来了 我正和顾一酿商量住处呢 顾红霄秋娘 还有荣姐 也从座位起身 一起向顾廷叶行礼 离闭后 荣姐抬起头 愣愣地看着父亲 秋娘眼眶发红 目中隐隐泪光 激动地望着顾廷叶满眼的关怀 再不肯把眼神引开 红霄先是吃了一惊 然后柔柔地望着顾廷叶 轻力地面旁浅浅而笑 顾廷叶对这种目光 似早已习惯了 并不以为意 只静静地看下荣姐 荣姐一缩脖子 又低下头去 顾廷叶愈发脸色发沉 却并不说话 明蓝暗暗点嘴 你呀 倒是说句话呀 二舍 二老爷 秋娘还没半少 终于忍不住了 身影轻颤 你身子可安康 这些年 每个人在身边服侍着 您在外头过得可好 顾廷叶正想着试 差点随口要打两句 忽想起明蓝坐在身旁 他抬眼看了看她 只见她面上 并无多少不悦 只钻着茶碗 微微皱眉 他顿时觉得 秋娘有些失礼 随即 她不渝地看了看秋娘 秋娘见顾廷叶 非但没答话 还眼神冷淡 心头一凉 明蓝没有反应 但一旁的翠薇 却看得清楚 上前一步 恭敬地冷声道 秋姑娘 恕我多只嘴 老爷夫人都在这儿呢 你怎好随意开口言语 她脸上客气 心里却是愤愤 这也是一个贱货 刚才还说自己是奴婢 有做奴婢的 在主子跟前 随便说话的吗 秋娘惶恐地发抖 无助地去看顾廷叶 却见她 专定定地看着新夫人 她心头发苦 嘴里连声道 都是奴婢的不失 奴婢多年未见老爷 有些失态了 刚才老爷说不妥 到底指什么 宁兰极力忍住发困 端庄地微笑道 顾廷叶的视线 扫了一边下手 低头而战的几个 为秋娘这么一开口 她愈发坚定了自己的主意 她淡淡道 我细细想过了 还是叫他们三个 都去口销院主的好 这句话 好像一颗投进湖面的石子 立刻把下面三个大小女子 惊了起来 红霄脸色发白 头一个人不住要开口 顾廷叶 场地微台 目光冷峻 一股微势 无声而起 众人 却不敢说话 大酒长一遍 只一遍 遥险 亲爱的新闻朋友 本集拨奖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